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夫子画廊 这个如你们所看到的 今天我们还是准备画风景油画 今天我要画关于山的一些风景 因为一些网友想看看我是怎么画山的 这是我以前画的一些作品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雪山非常漂亮是我以前画的 这个也是我的学生作品 喜欢的点个赞 今天我就带大家画一副这个雪山 现在准备调颜色 像我上期说到的一样 出第一变底色的时候不要考虑太多了 直接画就行了 胆子放大 我这次还是用刮刀 有些朋友画画的时候喜欢用这个白色的那种 卫生纸去擦笔 或者擦这个刮刀 但是我 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用这种 这种麻布去擦 因为我觉得这个擦得更干净一些 当然你们家如果有更多的这个 不穿的衣服 袜子什么的 你都可以用来擦笔 先把天空画完 然后再把远处的山画出来 天然加点玫瑰红 又加点白色 我今天故意画慢一点 让大家看得更详细一些 今天本来想的在外面 搞一个这个 外面的这个写生 但今天我们这边是一个大阴天 我一般不喜欢大阴天去画写生 因为颜色很单调 我喜欢阳光明媚的时候去写生 远处的雪山就可以这样 简单的处理一下 我是远处的雪山 然后 静止的雪山 颜色稍微要挂的重一点 颜色稍微要挂的重一点 我上节 视频里说过我 喜欢用这苏联的老颜料 所以我这颜料有点硬 所以我经常用这种寡刀 用寡刀画 我已经习惯用寡刀做画了 而且我是一个比较懒的人 我不喜欢拿那个油画笔 画完然后每天去洗 实在是太麻烦了 寡刀你不用洗 你当重就可以擦掉 而且寡刀画出来的效果更加的鲜艳 颜色更加的纯正 你用油画毛笔去画的排笔 就有点容易画脏 初学者就容易画脏 进出的草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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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遍底色的就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再画天空的有点点佣朵 画出荣的感觉就可以了 画出荣的感觉就可以了 然后再扣一扣这个 变出血栓的一些 岩石部分 有一点点这个岩石的感觉就可以了 因为它是远处的山不需要太拼命的去扣 不需要太拼命的去扣 然后再划这个 雪山顶上的这些积雪 有些山脉也会有一些积雪 要把那个自然的这种雪的感觉画出来 然后进出那座雪山的阴影部分 我们再扣一扣一扣一下 岩石部分 阴影部分 一定要自然 去画写生的时候也不要太去临摹这个风景了 有些地方是主要好看有些颜色和形状你是可以自己想象出来的 画家就是把一些风景画得更漂亮 而不是去一味的去临摹风景 第二边就可以这样画 然后这个进出的这个山它是一个暖色调的 进出的山 我们先把它这个绿色的草地先画一下 颜色 一定要多调一下 多调一下 然后再 抹到画面上去 不要把纯颜色抹上去那样的话 你的颜色就很深版 我这些每一笔的颜色都是 经过调和的 至少是三种颜色 调和而成 下次有好设备了 我会把我的调色版 给大家也拍上来 两个摄像头一起拍 这样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调色是如何调色的 我这个视频是给这个初学者看的 有些这个高手的话 你觉得我画的不行 你可以扔转 或者你可以换台 从我这跳过就行了 我以前在大学学的是壁画专业 这个油画是 也是我的第二个爱好 我画一些颜色 颜色 我把画面再放大一些 不要更清楚点 第二遍就差不多了 然后第三遍 我们再继续从天空往前面画 继续再来第三遍就差不多可以完工了 嗯 喜欢我节目的朋友 请点赞 转发 喜欢西洋古董的朋友 可以看我头条的这个小视频内容 因为我主要是做这个现在做这个西洋古董 这个油画也是 有时间了去画一画 进出的这个 山 加点暖色 让画面更丰富一些 进出的山 加点椰草 你可以在这个位置 加一个羚羊 加个羚羊 山羊 或者加一个房子 都是可以的 我这就不加了 好的 差不多就这样 差不多就这样 就可以了 快会我可以给大家看看我的调色版 谢谢大家观看我这期的节目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 请大家继续观看我前面几期的节目 谢谢 这就是我的调色版 我喜欢这样排列我的颜料的顺序 我喜欢这样排列我的颜料的顺序 我可以看一下